Q&A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理財總動員 讓我們一起投資理財、賺大錢 我是阿哲 觀眾朋友記不記得iPhone 12明明 就才剛推出沒多久 結果呢,現在關於iPhone 13的消息 傳聞又開始滿天飛了 那我们今天也再次邀请到了阿文塞来到现场 来为这些消息来做进一步的谱析 以及介绍 我们就先来欢迎阿文塞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阿文塞 万胜证券经济部主管 群益证券自营部主管 德信证券研究部主管 台中营证券研究部主管 东森 非凡 财经台专访来宾 工商时报 非凡周刊 理财周刊 专栏分析师 阿文塞 iPhone 13的消息又开始满天飞 穿得沸沸扬扬的了嘛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依据这些比较可靠的讯息 或者是可能比较有可能实现的讯息 来找寻比较适合的投资标的呢 对 iPhone 12的话卖得好不好 好啊 去年第四季的话 大概原则上目前估计的话是9000万只 那一开始的话从6500万只 7000万只到9000万只 可以发现就说 iPhone 12真的是买得非常好啊 所以大家就开始期待 iPhone 13或是iPhone 12S 到底名称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但原则上是下一代的iPhone的话 会涨成什么样子的话 市场所关心 其实股票市场是这样 一般都在讲求本孟比 这个本孟比的意思就是说 未来会是怎么样 现在就开始在预测了 比如台积电大家看到800 看到900看到1000 重点是因为大家已经在估2023年的获利 到底是28块还是所谓的34块35块 所以重点的话大家都在期待未来 所以未来本孟比的话是股价追逐了一个焦点 是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张简报 这个荧幕更新率是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对其实这个iPhone的话 有很多的粉丝 它有很多的效应 比如说S4的话跑得最快 因为它是5nm 其他还在7nm 那最近刚才高通的S888 5nm出来了 但是说真的跟S4比较的话 那差距真的是非常远 所以原则上的话 苹果它的一个所谓的 这个各方面的话都不错 但是苹果有时候它有些配备的话 是比较落后 比如说话数的话 它是1200万话数 别人都已经一亿话数了 它还在1200万话数 所以原则上有些配备的话 苹果是要跟上市场 现在市场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玩电竞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玩电竞 你可以发现 美国有很多GameStop 很多的所谓的游戏股的话 一涨都是一天的话 可以涨35% 所以原则上它告诉你说说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在家里面 所以游戏玩得更普遍 或者是看电影 看影片的话会最普遍 所以大家对以前是画质 就是说你什么720p 1080p 4k 大家对画质很重视 但现在很重要是因为电竞 或是影片 你速度要快 所以大家要追求 叫做萤幕的更新力 所谓的萤幕的更新力是这样 就是说一般来讲 萤幕的更新力的话是 每一秒 它的所能够展现出那个张数 比如说如果是80 就是一秒可以展现80张照片 因为它一直跑 一直跑 跑80张 那如果说120的话 就是120张照片 所以原则上重点的话 是在这个萤幕的更新力 对你看影片 或者是你玩游戏的话 有很重大的一个改革 那现在很多的Android系统的话 萤幕更新力的话都已经到多少 120 那阿哲 你知道苹果iPhone 12是多少 现在多少 60 那60人家是120 你跟人家差距实在太大了 所以原则上它就是要去做一个 萤幕更新力的一个调高 那萤幕更新力的调高的话 要怎么做呢 你知道以前 就是说我们那个时代的话 电视的话是有一个印象管 是 印象管的虚光的话是用个叫变压器 那它把这个21000V的话变压器 打到这个萤幕的荧光粉 那个电视就亮出来了 就有画面了 那现在是TFTLC是面板啊 它是用的技术一个就是ASI叫ASI 另外一个叫做LTPS 这两个技术来做 那等于就是说用这个东西来做趋光 那个影像就会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红色的那个地方的话 就是LTPS 那LTPS就很好啊 而且效果很好啊 但是在电视上有三个趋光的技术 一个ASI 一个LTPS 另外一个叫Igdo 就是绿色的那个部分叫Igdo 你知道以前红海为什么要并下谱 就是因为要有这个Igdo的技术 这个大部分是没有用在手机 是在用在电视 那Igdo当然是比LTPS稍微差一点 但是为什么LTPS比较好 那我为什么要用Igdo两个合起来做 这个简称叫做LTPO 所以未来叫LTPO 那为什么要这样 其实有时候你会想一想看的话 这样不好啊 因为LTPS也许可能要7到9到的光照 Igdo的话可能5到7到7到的光照 两个合起来是不是你的成本就增加 因为你光照的成熟就增加 你这样做成本增加 要花更多钱 而且你的产出的话会减少 那这个得不偿失嘛 你这个所谓的光照增加 费用增加 而且你的产出又减少 那你做这个动作 LTPO其实是不理性的 应该是不对的 但是为什么要做LTPO 因为做LTPO它有两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的话是什么 第一个效果的话 原则上的话 就是让你的荧幕的更新力提高 是 荧幕的更新力的话本来是60 因为这个技术的话你变成120 甚至可能变成144 你就可以跟上其他Android系统的手机 旗舰机 所以第一个是要这样 第二个你看下一页的部分有个图 这个就是荧幕更新力 荧幕更新力有没有发现 60在最下面你的动作很慢 是 慢人家半拍 144刚好比较正常对不对 那240的话是不是比较快 是 你玩电竞看电影的话 流畅度的话就很多 玩电竞的话就比较好玩 是 你再看下一页的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作用的话就是 一般我们手机 现在的话大部分如果 这个所谓的关机的时候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是 但是有些人他一直在玩手机 是因为想知道现在手机是什么讯息 所以走路也在玩 到哪边也在玩 是因为他随时需要 能够获得一个讯息 那假设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关机的状态 我们有一个效果 因为刚才我们所讲的LTPO LTPO之后的话 它可能耗电量就会减少 你就可以做这个东西 叫做Always On Display 常亮模式 就是可以让你的萤幕一直是保持着 是亮子的 就对了 这个萤幕的话这样你随时可以知道 现在是几点 现在天气的温度是 20度 14度或是多少 或是现在可能你有几个信息 比如说你的信息如果两个三个 你就想说那我等一下再看好了 如果你的信息是80个 70个不行不行 我如果没看的话 万一有些是miss掉怎么办 你可能就会把它解锁 看里面的一些信息 所以变成这个东西是24小时 都是存在那个地方 它会把时间 把这个天气的温度 或者是把一些重要的message的话 它会显现出来 你才知道说我要不要去看它 所以这个的话是Always On Display的话 也就是刚才所讲的LTPO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iPhone 13的话 应该会有这所谓的LTPO的一个效果 萤幕更新力会增加 那重点的话会有Always On Display 所以沿着上你随时可以掌握资讯 那这个东西对什么最有利的话 其实是七龙IC 七龙IC的话就是影像的定位 所以为什么这段时间外资 把联勇的一个目标价 一直往上调高 已经涨很多了 还是不断地调高 因为这个LTPO对驱动IC的需求非常强 甚至像敦泰 其实为什么我们没有把敦泰的 一个潮报表讲出来 因为还有很多的争议 以前敦泰获利不是很好 现在已经有人估计到多少 6块8块那是正常 已经有人估到10块钱的一个获利 为什么会把敦泰估那么高 为什么联勇不断地被外资 调高平等的重点的话 就是来自于因为LTPO的话 对驱动IC的获利的话 是成长最多 所以说其实联勇跟东胎 有可能会打入这个苹果供应链 对对对 因为就是所谓的刚才讲的LTPO 这个东西的话是趋光的技术 这趋光技术的话 很重要的话就是驱动IC OK原来是这样 那我大概了解了 那我们在我顺便跟你分享一个消息好了 就是因为我这次也有换这个所谓的iPhone 12 Pro 那我知道iPhone 12 Pro的这个 跟iPhone 12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它多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光达技术嘛 对不对 那这次在iPhone 13 或是说你刚刚说的iPhone 12 SE iPhone 12 E是不是 它有可能会全面标配这样子的光达技术吗 对现在我们讲这个光达 很多人就说iPhone 12 阿哲已经用那个Pro 你知道吗 已经有光达了 那你还在讲 这一次的新的这个iPhone的话 它是全系列 四款里面全部都有光达 以前只有Pro才有 现在全部都有 那为什么光达这么重要 因为过去有TOF 飞行测距不太准确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的一个部分 你看一个人 这个光达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话 叫Street Dimension三度空间 它一动的话 它知道这个小姐她的身高是多少 百倍 百七百辣口 马上就知道这个身高是多少 而且一个景物它的深度 譬如说它的距离是100公尺 50公尺或是20公尺的话 用这个光达它可以去测试说 这个建筑物跟现在它的距离是多少 那这个的话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照相 前后的景深的话很有帮助 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面 它的差别是有立体的感觉 那还有一个重点的话就是 我假如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室内设计师 那我在规划室内的话 我用光达的话 我的准确度会更高 我不会在人家在施工里面的话 产生很多的误差 那因为你的光达它是有距离 有升高的 所以变成说你在室内设计 你在大陆的铺设 用这些光达技术的话 你的准确度的话 其实是会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你玩游戏的话 它的效果也很好 所以未来如果所有的iPhone 全部有所谓的光达的话 在玩AR游戏 你会发现就是说 玩AR游戏的普及率会更高 其实这一次这个iPhone 苹果它除了这个iPhone 12 卖得很好以外 它的APP的下载量更高 为什么因为有光达之后 大家玩游戏的话 玩了更多 玩AR的话玩了更多 因为它的准确度 还有它的立体感会更棒 所以变成说 这个对iPhone的下载量会更高 所以这个光达如果四款 全部有的话那太惊人了 我帮阿文再稍微补充一下 这个光达技术的一些小知识好了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这个光达技术到底可以干嘛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这次苹果公司 它还跟IKEA搭配推出了一款APP 那这款APP可以干嘛 我们过去啊 不是要去买家具的时候 都要先在家里的这个空间 量一下深度啊高度嘛 然后还有这个宽度嘛 拿尺在那边 然后之后还要再把这个尺 带去IKEA现场 再把这个家具再量一次 然后再自己想想 是不是放得下 那会不会搭配我家的地毯啊 会不会搭配我家背后的这个颜色嘛 那这次它推出了这款APP之后 它就可以直接让你把手机打开哦 然后你就可以点选这款APP 它就是已经把所有的家具的数据 深度高度啊 还有颜色啊 都已经输入到这款APP了哦 那你把手机打开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这个空间的影像啊 就直接映射在你的荧幕上面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家具是不是放得下在我的这个空间 有没有搭配我家地毯的颜色啊 有没有搭配我家这个墙壁的颜色嘛 那我们在我们介绍完这个光达技术之后啊 嗯我们还是想要知道 是哪间公司能够受惠嘛 对其实光达的概念股的话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是精彩啦 那因为精彩的话 它有一个所谓的绕色元件的一个技术 其实绕色元件是怎样 就是说光的话你进来之后的话 它把这个光束的东西的话把它放大 放大之后其实你看哦 它可以就说这光是一条线 它把它分散变成一个米老鼠的造型 或者是一个糖老压的造型 或者是一个所谓测子的造型的话 它就是这个所谓的绕色元件 那这个绕色元件的话 在所谓的3D感测光达的部分的话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所以原则上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光达的话一般来讲对精彩的话 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一个获利的一个效果出来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就是说一般这个所谓的光达的一个东西的话 当然以后还有一个重点是在车用的部分 当然现在车用的话可能未来的话当然还有一段距离的 因为它现在价格的话是比较贵一点 当然就是说可能就是说现在的 现在的雷射这种车子的车距都比较便宜 但是它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认为你会发现就是说 这个下一页刚才所讲那个所谓的产业的一个成长率 大概19% 那有些人会认为就是说19%是不多 但是它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公司不多 那公司不多虽然成长19% 我们两个人如果分20块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分10块 那假设如果这个是10个人分这20块 一个人才分2块钱 所以这19%你看起来不多 厂家不多 所以每个人分的就蛮大的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因为它的价格蛮高的 所以它的毛利很高 那我们两个人分 而且它价格又高 那当然我们的理论是很好啊 所以你有时候会发现说 不是应该找一个成长率40% 50% 60%的 但是问题它虽然19% 但它单价高 而且重点的话是 竞争对手不多 不多 所以它相对比较有利 OK原来是这样 我们介绍完这个光达技术 我们赶快来看下一张简报 欸不是 为什么过去iPhone明明就使用这个所谓的电子软硬板 这次为什么要全面使用电子软硬板来取代呢 你知道iPhone12虽然很好 但是骂它的人也很多 你知道有些人骂iPhone12骂什么 铁板烧 你铁板烧有吃过吗 火热在那边炒菜炒牛肉炒什么 也就是说电子太小 因为电子太小 但是S4跑得很快 所以一般人家都说 你iPhone12你在用哦 你是铁板烧 电竞玩了一下 游戏玩了一下就很热很热很热 搞不好还可以煎鸡蛋 因为等于是热度很高嘛 那就是因为你看上一个 那电子两个嘛 你看上面那个电子是比较小 下面电子比较大 因为以前的话是软硬板 所以它有硬板 硬板没办法折叠嘛 软板它可能可以折叠 就是有个曲面 这样 但是问题就是说 硬板太硬了 所以它只能做小尺寸 但软板它软 对不对 它可以把张力的话把它拉高 或者是折叠方式把它拉高 它面积就扩大了 面积扩大的时候 它电子是不是弄得比较大一点 所以你看看 现在很多的Android手机 一推的电子是 5000毫安培哦 它只有2227毫安培 是不是太小 那未来它就会增加 可能是4000 3600 4000 这个水准 那这样它的电子容量的话就会比较大 那你S4在跑 未来可能S5在跑的话 你就电子比较大 就比较不会那么热 也不会说一下子就没电 所以这个的话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就是说 对加烈翼 对真顶 或者是对像台聚 甚至现在这些类型的股票的话 应该有一点帮助 所以原则上我觉得说 未来可能从软硬板的话 会改成纯粹是软板的部分 来做电子 所以相关产业的话 一般是有一些帮助的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最后一则这个消息 我是认为这个消息 应该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会说很重要 其实因为过去 已经有很多很多不同品牌的公司的手机 早就都已经采用这个 所谓的超薄玻璃了 所以阿文赛 这次iPhone 13 很有可能会跟上其他公司吗 其实iPhone 12的玻璃已经不错了 你是要做测试的人 有人从一楼掉下来 既然iPhone 12没问题 只是你iPhone 12 Pro的话 搞不好你从二楼 这把他丢下去也没有问题 因为测试的结果是这样 不过也不要乱测 好那是测试机构乱测 其他玻璃不错 但现在有一个重点的话 就是 这个小米已经开始用超薄玻璃 另外有一个重点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疫情的关系 我们要不要戴口罩 要戴口罩 戴口罩有时候天人 你说要戴帽子又戴帽子 像我又戴引镜 这样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出来 就是说 你人脸辨识的时候 有时候要把口罩拿下来 又把帽子拿下来 在这边做定位很麻烦 如果说你不要的话 又口罩也弄不下来 但是所有的Android系统 不仅有人脸辨识 同时它也有指纹辨识 所以这一次的话 就是要用超薄玻璃 因为小米10已经用超薄玻璃 超薄玻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的话 就是因为玻璃薄了 所以你用指纹去做辨识的话 就比较可以做辨识 为什么以前苹果的话 它没办法有指纹辨识 因为它玻璃比较厚了 玻璃比较厚的话 你用指纹的话 下面感受器 没办法感受你的指纹 所以它这一次的话 就要做超薄玻璃 我们看上一页的一个部分 这个超薄玻璃的话 有一支股叫正达 为什么标得很厉害 因为要用超薄玻璃 它做保护玻璃的概念 其实我们知道 所有手机大部分都是用康宁 但是问题就是说 因为它是一个超薄玻璃 所以就会找台股 一个超薄玻璃的概念股 所以正达就长得很厉害 那你看小米用这个 这个所谓超薄玻璃 它的薄度的话少了0.9mm 然后它的一个重量的话 少了12公克 就轻很多 所以未来会采取这个 所谓的超薄玻璃 这个超薄玻璃的话 准备用下一页的一个部分 你看 过去的主人辨识的话 有时候你手用到哪个地方 你还是没办法变的 因为它面积很小 你一定要很对准 就是说你辨识的那个地区 但是这一次的平下主人玻璃 高通的第二代的话 它要重点哪里 灵敏度多50% 光效率的话多50% 以前的话可能还要让它辨识一段 一个不是那么灵敏 这样灵敏度多50% 重点的话 它的面积多了77% 也就是说你以前找得很辛苦 但是因为它面积的话扩得比较大 扩比较大的话 你有时候随便一弄 它就解锁了 所以变成这是第二代的 屏下指纹辨识的一个技术的话 这个当然是用高通的 因为现在高通是最强 比神盾或者是比所谓的这个 会顶的话都来得强 所以苹果大概也是用高通的 这个第二代的屏下指纹玻璃 这个高通的里面的模组的订单的话 6456的GIS的话大概占7成 所以这个受惠程度的话 原则上的话应该对GIS的话 是比较有利 所以今年下一代的iPhone的话 有可能会有人影辨识 还有评价指纹辨识的话 都会有这种功能 阿门赛 我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我其实也有听到一些传闻 就是说好像使用了这个超薄玻璃之后 iPhone 13很有可能 上面那片瘤海真的有可能消失是不是 对 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 我觉得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的话 因为这个你看iPhone 11 Pro的时候的话 它的面积是这么大 那个瘤海 现在iPhone 12的话已经说那么小了 如果能够做评价指纹玻璃 这个其实都不要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瘤海 因为感测器在这个地方才能够感测 你在玻璃下面有时候感测 有点顿 有点顿 所以原则上的话 所以这个感测器的话都放在上面 现在缩小 有些人在讲说 这个iPhone 13的话可能就不见了 可能它萤幕比会真正实现前萤幕就是97.8 那是没有错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说还是会缩小 但也许就可能会只有一个感测器 因为感测器有两三个 有具体感测器的环境感测器 可能这个感测器的话会用一个在上面 其他在下面 所以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是瘦海缩小 要完全实现不太可能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iPhone它的一个铁板烧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它可能之前用散热片 它也会改成用所谓的均热板 也就是说散热片小小的L型 未来会有个均热板比较大 所以未来iPhone 13的话 应该对散热的话会比较有帮助 因为你看散热片的话大概0.3到0.6美元 但是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均热板的话 它可能会到1.5美元 所以散热族群它的单价就提高了 获利就会比较好 那有一家叫利智的话 它做的是超博的均热板 因为它铜片里面中间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IPPI的东西 所以原则上那个东西大概3块钱 到3块5左右 所以那个利润会更高 所以原则上我觉得另外一个受贿的话 是在散热族群的部分的话 尤其在薄型的一个均热板的部分的话 应该是受惠会最大 好那以上就是阿文塞 为各位做这个iPhone 13最新消息的一些分析 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做留意 那各位如果不同的想法不同的问题 也欢迎加入阿文塞的粉丝专页来做询问 那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也欢迎呢 帮我们的频道订阅按赞 还有开启小铃铛 那在最后也不要忘记 如果各位有想要知道关于产业的问题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议题话题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跟阿文塞 未来我会有机会跟阿文塞 再合作拍一集 关于大家想知道的一些 尝试的一些影片 那这些理财总统员 就先告一个段落咯 各位观众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 variables 我 你 咯 你 我 我 他 我